近日,美国加州一法院判处曾有女版乔布斯之称的伊丽莎白霍尔姆斯11年03个月监禁 至此,这场90亿美元的硅谷惊天骗局,尘埃落定 宣判当天,38岁的霍尔姆斯运度明显 在29岁的丈夫Billy Evans的陪伴下出庭 两人于2019年结婚,这是两人的第二个孩子 第一个儿子出生于2021年,霍尔姆斯从小就野心勃勃 梦想成为伊万富翁,2003年 19岁的他,从斯坦福大学辍学,成立了血液检测创业公司Zeranos 声称公司的创新技术,能够仅仅依靠几滴指尖血来检测癌症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 不得不承认,霍尔姆斯非常擅长演讲和个人形象打造 他常常以一身利落干练的全黑造型出现在媒体面前 侃侃而谈,被誉为下一个乔布斯 一时间吸引了大批媒体和投资者的追捧 他的公司也一度估值超过90亿美元 2015年,北大西洋月刊曾邀请硅谷101位CEO、投资人和智囊团成员 对硅谷当时的技术、政治和文化进行投票 票选出将改变世界的创业公司 那次投票结果显示 Feranos仅次于特斯拉,位居第二位 福布斯曾将霍尔姆斯评为全球最年轻 白手起家的女性伊万富翁 他还曾被时代杂志提名为2015年前100名最有影响力人物 也是在2015年,调查记者、医学专家和监管机构 开始对Feranos的科技产生质疑 霍尔姆斯落下神坛 2018年,经过两年的调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对霍尔姆斯提起诉讼 令人不解的是 舆论的口诛笔伐和诉讼的风波 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霍尔姆斯的个人生活 2017年,当时已经是声名狼藉的霍尔姆斯 结识了酒店业小开 Billy Evans 对方毕业于麻省理工 比霍尔姆斯小九岁 在遇到他之前是个花花公子 据悉,Evans对霍尔姆斯十分钟情 求婚用的也是对于他意义重大的 带有麻省理工标志的戒指 尽管Evans的家族对于这段恋情 有诸多不满和反对 二人还是在2019年结了婚 曾有媒体预测 善于蛊惑人心的霍尔姆斯 很有可能利用怀孕博取同情 以减轻判法 果不其然 2021年3月 霍尔姆斯以怀孕为由 成功将审判延后 在此之前 他的案件审理已经因为疫情延后了三次 去年7月生下大儿子后 霍尔姆斯很快再次怀孕 有媒体分析认为 尽管大众对于霍尔姆斯本人没有同情 但对于将失去母亲的幼儿必定抱有同情 霍尔姆斯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很有可能因此能够获得法庭侵判 此次审判公开露面是 根据霍尔姆斯的身形猜测 目前他应该已经怀孕至少5到6个月 媒体猜测 霍尔姆斯的律师很有可能利用这一点 要求延期服刑